残澳高山滑雪 是东残澳会传统比赛项目 运动员从高山之巅快速滑下 潇洒飘逸 追寻奥林匹克梦想 北京2022年东残澳会 残澳高山滑雪比赛项目 包括回转 大回转 超级大回转 超级全能 滑降 共产生30枚金牌 各小巷场地高差各不相同 范围在140到800米之间 比赛在延庆赛区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每项比赛分站姿 坐姿 视力障碍三个组别 采用同样的滑行路线 一般比赛滑行顺序为 视力障碍组 站姿组 坐姿组 根据残疾程度不同 共分为13个级别 各组别运动员比赛成绩 乘以相应分级系数 才是最终成绩 单下肢运动员 使用单滑雪板加注滑器 或佩戴甲肢 使用双滑雪板参加比赛 截肢或脊髓损伤 截瘫的运动员 使用坐式滑雪器加注滑器 坐式滑雪器下面 一般安装单支雪板 这些器材都需要根据 每个运动员的残疾程度不同 量身定做 视力障碍运动员比赛 由领花园使用对讲机 或扬声器引导配合完成 全盲运动员需要佩戴全黑镜片滑雪镜 藏傲高山滑雪比赛都要穿过一定数量的棋门 碰到棋杆不算犯规 如果漏过棋门则为犯规 不计成绩 比赛速度快 弯道多 转弯技术起到重要作用 若雪板出现大角度扫雪动作 滑行速度会被严重降低 比赛已完成滑行的时间 乘以相应分级系数决定名次 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于速度系列项目 比赛按一次滑行成绩决出名次 大回转和回转属于技术系列项目 名次按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 超级全能项目 按第一轮超级大回转 第二轮回转项目成绩相加 奔奔而下 雪地飞翔 他们是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英雄 领奖台上卸下装备 更彰显生命的光辉 残奥高山滑雪